宣读台湾民政府主张及立场 1.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依据国际法理,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2.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遵守国际法 包含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 旧金山和平条约 3.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种方法 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 4.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对中国殖民政权 流亡中华民国政府推动的事物 不合作也不配合 全体请坐下 第一节课由大山格林讲师演讲 请各位掌声欢迎 都上过初级班了嘛 直接讲高级班楼 有这句话可以这样说 游离走遍天下 无理寸步难行 现在就是 外面所谓的中华民国体系 是寸步难行 对不对 哪里都去不了 想要去哪裡都基本都冻掉 是不是这样子 我来看看 游离走遍天下 你这样会越走越怎么样 旺 越来越光明 对不对 无理越走越黑暗 路越来越小 越来越窄 越走越悲 现在台湾的情况就是这样 对不对 新费虚 你看就知道嘛 台湾不是很久看 世民嘛 你看一个人 是站着还是落去 对吧 站着越来越乎 走越来越乎 走越来越乎 做什么事情 这也不对 那也当担担 对吧 到后来连九都给你起乎 对吧 现在台湾的情况就是这样 你要好称中华民国的结果就是这样 一个实 一个虚 一个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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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一个肖 肖下去肖方的肖 一个肖是越来越昂 越来越大 现在是肖肖像昂 中华民国这个体系 越来越肖方 起来 这些人屹立不了 越来越昂 台湾民政府嘛 对吧 现在在国际上的舞台 声音越来越大 你没有看过我们的官网 看过我们的官网有什么东西 对吧 我们看一下官网 我们上个礼拜 好精彩 一连串好多事情 一个接一个 一个接一个 是不是 我们的官网先放给大家看看 我在这边等的时候 我们上个礼拜接连 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看起 我们那个诉讼案 来 我们诉讼案先来 来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那台湾人不知道 现在还很多人不知道 现在给你看啊 连上诉文的内容 来 请按下去给大家看一下 你们要看内容很容易 上官网 这边可以download 上诉文的下载点在这边 你只要按下去 就有PDF档案 让你 看个仔细 看到go 看 我们民进府 是怎样把这个中华民给go go go什么内容 内容物是什么 想象中 人家戳一旦就是这样 来 再往上面 order argument yes schedule 现在还不是延迟编论 现在只是书面过去 现在还不是延迟编论 现在只是书面过去 在哪里 United Court of Appears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来 那谁告谁呢 Roger C.S. Lin 等 Plaintiff 这是appellent 然后往下 往下一点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 and Republic of China 括弧台湾 有没有 就是诉讼啊 暗号在这边啊 记者问说暗号是什么 来看啊 在这儿很清楚嘛 好 回到上一页 回到上一页 有人看到这个 可能还不太知道 说台湾民进府到 中华民国到美国 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要过嘛 了不起就在这边 我们读一下 这边 怕台湾人不知道 我们又写了一个文章 判动世界的TCG控美中案 来 请按全文 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台湾人只看到诉讼 诉讼有什么了不起 过来过去 了不起 台湾人完全不知道 第一个 你凭什么去告啊 你以什么身份去告 过去台湾人 有没有任何团体 包括台独 包括任何团体组织 你怎么不爽 这个中华民国 最后你告得动吗 你有足够的理由告吗 你有足够的事情去告 你可以请得到律师吗 来 尽快坐下来 我在上课 来 尽快 请坐 来 在诉讼的过程当中 你要请律师 美国律师 不会随便帮人家告的 你来告诉给律师会倒霉 他的credibility 就是他的信用会 会受损害 他是不会随便接案子 除非这个案子是 绝对有 有理的证据在那边 足够充分让他愿意 take这个case 他才会去告 更况是有名的律师 通常打到这种 法律站 宪法站 国际法站 这些律师 都不是简单的人物 能够接这种case 不是一般的律师 不是以为我们叫 民事律师 什么律师 牵扯到国际法 这种东西都是 相当有一个 法律上讲说 他的背景 跟他的知识 跟他的能力 都相当到一个程度 才会去 走向这个 国际法 战争法 或者国际上 一个国家 告另外一个国家 这种法律的律师 撼动世界TC控美中安 美国政府的一贯作风 在法律行动 要先做好准备 才能有军事上的行动 要不然 总统一定会被 舆论攻击 越战就是一个例子 台湾民政府的法律 诉讼判决 是一个重要的转捩点 下面我们不念 民政府的诉讼判决 将会是 美国政府用来高度 刺激中国的手段 习近平 要吞得下去 美国就达到 不战而屈人之兵 若习近平吞不下去 中国必先动手 中了美国的羊魔 美军将立即 启动新八国联军 为攻打击 中国人民解放军 因此台湾民政府的 法律诉讼案 重要性 远远高过于 我们原本的想象 甚至于 比南海仲裁案 要重要 十倍甚至百倍 再往下一点点 好不好 美国的司法判决 对美国行政权 是有法律效力的 由于美国司法判决 对美国行政权 有实质又确定的法律效力 不像国际法庭 仲裁效力 那么不确定 所以台湾民政府 对于美国高等法院的判决 就是要搞到全世界 都知道的心理准备 并且要做求给美国国防部 有初级的理由 台湾民政府的 控美中案判决 绝对是个影响亚洲 甚至全世界的判决 台湾民政府 中央观察团 他们写的 但是这里面 不小心 透露太多的 洋谋在里面 来 我上课的时候 来 专心听我讲 我们要注意 你们 匆匆看的这些话 你们看不懂的 他到底在写什么 首先你要知道 告什么 你要告中华民国什么东西 中华民国什么东西 被他抓到可以被告 你可以告很多 你告他是流氓政府吗 他不可以在这边吗 你要用什么东西去告他 你被告中华民国什么 来 随便给你机会 今天给你钱 给你请律师 律师就问你一件事 你要告中华民国什么东西 他说外来政权 我叫他回家 就这样子 是这样子吗 中华民国说 我是被叫来管你们的 你要告他什么 所以这就是一个学问 对不对 光是告中华民国 就是一个学问 告美国还是更大的学问 为什么 美国 全世界最强的国家 居然被我们台湾人 鼓励 历史上没有发生过 这样问题来了 你要告什么 你台湾人在想 这里有一个诉讼案 诉讼的内容是什么 你要告什么东西 人家 美国的法院才会接纳 你胡说八道 他根本连搜都不会搜你的案子 只有你言之有无的案子 他才会收 收完还会到APEARGO上诉法院 你要告得言之有误 要不然老早就驳回 你怎么可能让你往上走 一定是言之有误的 而且很重要 影响很大的事情 我们告他什么 当初台湾人本来是什么 对啊 日本人当时说 国籍都被人家改了 是不是我们被发身份证 发国籍 最近只要搞什么 光复节 蔡文还要去搞光复节 凭什么 根据什么 最后我们找到的是行政命令 哦 原来一个行政命令 就可以全体改变 当时都是日本人的台湾人的国籍 那时候我们的国籍 全部是日本人 因为我们以前就是日本人 大日本帝国的台湾 我们所有出国回来 进出到国外去旅行 都是拿大日本帝国护照出去的啊 我以前我们以前在美国台湾 就是拿大日本帝国护照去美国念书的啊 那时候中华民国还没有成立不是吗 哪里来的中华民国国籍啊 那时候大清而已啊 跟我们大日本帝国啊 连中华民国都还没诞生对吧 怎么会恢复呢 我们什么曾经 什么时候拥有过呢 台湾人什么时候拥有过中华民国护照过啦 或者曾经拥有过中华民国国籍过 从来没有嘛 没有的话怎么汹涌给你恢复呢 恢复到那个地方呢 恢复的理由是什么 居然是行政命令 一个行政命令可以集体改变 一个国家人说的国籍嘛 我跟你说 甚至于你去犯法 坐监 犯科 最后被抓到监牢里面 你的国籍也是不能被剥夺的 就算喔 破了死人 你的国籍也不能拿走 说你不够格我把你国籍拿走 是不可以的 那是基本对一个人的人权一种尊重 你可以拍他的死群 可是国籍不可以拿走 他死的时候还是这个国家的人 那为什么一个行政命令 那为什么一个行政命令 这么粗糙的方式 就把一个国家全部都拿走 美国说 不不不不 做这件事是中华民国 流行政府 部队 尤其按照美国麦克什尔第一号命令 来到台湾的 那个陈宜负责 用行政命令来做 结果后来我们告的过程当中 才知道说 这个行政命令 还有一个下命令给他的单位 因为陈宜没有大到一个地步说 可以改变一个国家国籍嘛 一定要相当于 国家的组织 占领国的组织 才可以做这种动作嘛 对不对 你凭着一个行政院长 就改变另外国家命令 那不是很荒唐吗 第一个你要改变 你要对一个国家里面 行使你的 这叫做统治权 治理权的一部分 不是光是一个行政长官 他上面要有人 那个人居然追到 居然是谁 南京政府 中国那时候好几个政府 对不对 那时候的南京政府 政府下令叫陈宜 以行政命令 宣布台湾光复节 台湾光复了 从今天为止 那时候战争刚结束 条约都还没有签的时候 他只不过是一个 占领军的身份来到台湾 就马上好像土匪 唱到就是他的 马上就说这是我的 你们人都是我的人 对不对 日本人以前到日本都是日本人 他给他分两种 从日本过来的叫他再回家 台湾人就恢复中国国籍 从来没有过的 说给他恢复 这个很荒唐的事情继续延续下去 我们知道这个时候 他发觉 诶 这件事情 从头到尾 就是非法的 第一个 你一个国家 可以改变另外一个国家的国籍 一个国家的政府 如果可以的话 那中国也可以把美国人都会能成中国人 对不对 用行政命令 美国也把伊拉克人都变成美国人 因为美国打败伊拉克 对不对 是不是 你就下个行政命令 不得整齐 你台湾不是要统一中国吗 那就发布一个行政命令 从此以后 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 全部换成中华民国护照 不得快 你的行政命令如果真的有效的话 你就用这行政命令来统一中国 你怎么不做呢 所以这样回过来讲 它是无效的 就是因为它是无效的 所以中华民国的辩护的律师 在法庭上讲什么 我们给他们也没有抗议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他意思是说 我中华民国的陈宜行政长官 在台湾改台湾人的国籍的时候 他并没有抗议 对了一半 台湾人的没有抗议是有原因的 先有二二八嘛 对不对 杀嘛 台湾你台湾人走到买死 用军事的武力占领嘛 来那时候是军队嘛 军队给台湾人开啊 你敢跟他反抗他就杀你啊 那时候以军事的力量给你改国籍 所以你也怕 但是又说了另外一半对 因为台湾人那时候真的很甘心 乐意去拿中华民国国籍 你还记得他们摇旗呐喊吗 那部队 有杰人港来的时候 还有人去那里欢迎 欢迎祖国的部队回来 那是台湾人看到下船的居然都是那些难民 那一招 就说 贬带啊 放 电子啊 后面 呑呐喊 人啊 在那人里面 穿到一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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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支軍能打敗我们的大日本的黄军哦 想都没有想到 其实打败的不是这群人啊 是美国的军队打败大日本帝国的 凭这些人没那种能力可以打败大日本 你是战败的战胜国 号称战胜国 其实它是战败的 那时候来台湾的只有两种人 一个是拿着麦卡拉瑟第一号命令 来到台湾占领的部队 对不对 部队哪有百多万人 没有 所以村的人是什么 难民 部队来的时候夹带着难民 所以那时候他们难民为了要上救命船 就想办法跟那个军人借衣服 军人后心把丢衣服给他 什么都淡染水 你把他穿上来就好像军人 就可以上军舰就来到台湾了 所以现在在台湾吃香喝辣都是这些军人 因为这些来的这批人还分等级 对不对 你是部队的还是跟得来的难民 难民的话就是庆祭给你安胎 对不对 注为一张建筑 站到最后 最近才开始一个一个把他厘清掉 这批难民还另外盖一个国宅给他们住 他在照顾他带来的人 支那人在照顾他带来的支那人 结果真的好心要把他照顾是台湾人 是我们企图这些人 六百万人努力的工作 就是在养这群一百多万的人 因为他是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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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 但是难民不是占领者 对不对 还有这些为什么会这个就那么复杂 为什么这个法律诉讼的重要性 远高过我们想象 当这个法律诉讼一出来 有几件事要掀开来 第一个 台湾到底是什么地方 是你中华民国的领土吗 就不是啊 这个法律诉讼证明很多事情 这法律诉讼中华里面牵扯到什么 为什么国籍会被改 为什么国籍会有更改的动作 为什么有中国人来改变 大日本帝国的国籍 为什么这个动作 因为他跑来了 跑来改 那他拥有了行政治理权之后 他以行政命令改你的 那他凭什么一个中国人 跑来台湾改日本人 因为占领的关系嘛 一旦讲到占领 什么事情就先出来了 战争 二次世界大战 大日本帝国战败 输给日本 对不对 一讲到战争就讲到 最后把战争 settlement 那个东西叫做条约 所以旧金山和平条约 就会在这样的诉讼案里面 跑出来了 一定会讨断旧金山和平条约的 一讲到旧金山和平条约 他有没有效 当然有效啊 上次我们在上次的诉讼案里面 国务院的那些 律师哈佛毕业 还在那边 疑疑疑疑 讲不清楚 法律跟说 你还没有说 旧金山和平条约至今 仍然有效 而且美国是这个里面的 旧金山和平条约讲的 主要占领全国 上次我们出局班给你们看过了 我把条约都第四条 第二十三条全部抓出来给你们看 旧金山和平条约如果有效 台湾这块土地的地位 老早就已经确定了 哪有什么未定论 老早已经确定了 只是说美国这个主要占领全国 决定接下去要怎么做 未定而已 但是它是什么身份 已经定了 就是大日本帝国被占领土地 美国占领中 所以我们的那个整个台湾民政府 主要是有日俗美战 属于日本天皇 还是大日本帝国的头就是日本天皇 被占领地的百姓 现在遭受七十几年的这个东西 来我们回到我们官网的前面那一页 所以我不会想讲太仔细有关于这个 那为什么这会影响亚洲甚至于全世界 台湾这块土地的属性如果跑出来的话 那表示什么 美国一定要回来台湾恢复占领 美国军队一定要回来台湾恢复占领 因为它是主要占领全国 因为过去七十几年所做的事情太离谱 以至于你要来负这个责任 当然美国回去都要以他国家利益 那什么时候回来 所以在于一拖七十几年 刚好我们这个输送案把这整件事情掀开来 掀开来的话台湾的地位 就慢慢逐渐走向正常化 来我们回到 回到我们的那个 我的官网里面好了 回到我的PowerPoint 抱歉我待会再回来这边 随时换来换去 先回到我的PowerPoint 我的PowerPoint里面 来我可以按吗 我可以按我的PowerPoint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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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回到我们PowerPoint最前面 因为我们11月15号的时候 我们一个大游行在东区 东区的时候 我们一个诉求 很重要的诉求 来 第一个 旧金山合约已经确立了台湾地位 台湾's legal status was defined by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台湾的地位已经在旧战和平条约里面 定义得很清楚 这就是台湾的地位 那台湾地位既然定义得很清楚 它里面有没有讲到是中华民国的 没有啊 旧战和平条约根本跟中华民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是吗 根本连签署国都不是 根据这个条约 美国是台湾主要占领全国 United States is the main occupying power over Taiwan 对不对 根据这个条约 那根据这个条约 我们很多 我们就很清楚 第一个 We are not Chinese We are Taiwanese 我们不是中国 我们是日本人 而我们是本土台湾人 不光是我们是Taiwanese Japan is the homeland of people of Taiwan 日本是本土台湾人的祖国 没有错啊 对不对 再来 被占领地区的人民不用当兵 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才是唯一的出路 Normalization of Taiwan status is the only way out 好啦 回到我们刚才官网的前面 这就是我们的诉求啊 所以我们政府讲的东西是非常清楚 我们是基于真理 所以 我刚才讲那句话 有理走遍天下 无理寸步难行 对不对 有理走的路越来越光明 下一句话叫做 真理让台湾人得到自由 这就是真理啊 最近这就是说很好笑 他说有一群人说 我们要重新写 再编新的一套 台湾历史才能 我想历史不是用编的 历史是把它找出真相 不是叫你去编历史 只有自那人做的事情 你台湾人还在做什么 再编一套故事要骗台湾人 不用 台湾历史政府在这边 讲了两个主要的主軸 帮台湾人抓出来 一个是什么 法理上的主軸啊 法理就是台湾的正确法律地位 是什么 不然你讲的一清二楚 另外就是历史的主軸 台湾人是四万年就住在那些土地 佛摩散 佛尔摩杀人住在这土地上 不是你中华民国 还是民进党 还是台南 还是立法院 我们的历史是四万年 不要再编了嘛 故事不是用 历史不是用编的 来我们再回去看 看完我们那个诉讼 撼动世界TZ控美案 控美中案 那台湾如果这个地位一出来的话 为什么这个会让中国跳起来 为什么这个会让中国跳起来 那台湾如果这个地位一出来的话 他不是一直宣称台湾是他的吗 是他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过去的南海岸就是因为有中华民国在这边 中华民国宣称他是台湾 阔湖台湾 台湾就根据大日本帝国以前 南海那些岛屿是归我们的高雄桌在管的 对不对 的确在日本的行政势力范围是有 整个南海都是大日本帝国的一部分 那时候在占领中 那中国想借着这个东西 把中华民国在台湾做活 下棋下围棋做活 给他活 想要趁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宣称 来吃掉南海 可是南海案这个案子一掀开以后 你门都没有对不对 你完全没有任何法律基础来宣称 南海这些岛是你的时候 他就发觉一件事情 那我留中华民国在台湾何用 是不是 你就失去你原来的存在的理由 你如果存在理由不存在 我就要把你消灭掉 如果留你在那边 免得以后会发生来乱的 就像蔡英文现在做的事情 就是来乱的 那这个重座 当然中国会全部封杀 让你不乱的方法就是 叫你承认九二共识 就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 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可以代表所有的中国人 那你台湾这群蔡英文是 要代表什么中国人 对不对 你想借用中华民国这个壳 来帮你自己搞台独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现在全部国际的单位 都会封杀你 待会我们慢慢讲这一块 所以这个事情 会很快就发生 法院一宣判 我们刚才讲一件事情 过去南海案是属于 国际法庭诉讼 对美国政府 他对中国政府都 都没有 他们中国政府都说 我不承认了 对不对 要来雄的嘛 对不对 是不是 中国政府说我不承认嘛 但是有件事情 美国政府 你会让它迫使美国政府 一定要遵守的东西是什么 在美国的法院所判决的结果 美国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家 它是三权分立的国家 三权分立的国家就是 法院判决结果 行政单位一定会遵守 不敢不遵守 不像台湾 参考用的 但在美国 它是这样以这个建国的国家 除非美国要让它自己的国家崩盘掉 否则法院判决结果 一旦诉诸于公开 判决也出来 说台湾本来就是 美国是这块土地的主要 占领全国的时候 所有的美国单位 都要按照法院判决结果 来处理台湾民政府 其实这件事情 美国政府老早就知道了 所以台湾民政府 老早在2008年 就已经成立了 在DC 在台北已经成立了 没有 我们那时候对战争法 对国际法完全不了解 是美国教我们 要成立 是美国教我们 要成立台湾民政府的 当然我秘书长 他自己也有学过 国际法 战争法的背景 所以他听美国讲的话 一听就懂 村内台湾人是完全不懂 我们是因为他上课 给我们上课之后 我们慢慢再重复一下 有这个要研究 所以他听美国讲的话 一听就懂 我们才慢慢去研究这一块领域 现在才有很多的同心 很多的我们 比较对法律很有兴趣的同心 会去研究 那我们后面有很大的智库 在做这件事情 美国美国智库 台湾民政府 也有很多专门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 这样才可以帮助我们这条路走出来 然后再往上看一下 来 我要看上面的广告 这个在 这可以不能缩小 我们从上面往下看 这叫做Exammer 华盛顿有一个 这属于 他们叫做Insider的杂志 早期 这叫做观察家杂志 那这是美国所有的 应该说政治界 国际外交界 大家都会看到的 他跟一般我们的 比如说华盛顿邮报 那是对一般的 General Public 在发行的报纸 所以里面有什么娱乐版 什么版什么 没有这个是很专业的杂志 他看的人对象 而且里面写的文章 跟讨论的内容 都是华盛顿里面 跟国际事务 跟美国政治有息息相关的 而且实际上在掌握这个权力 在这个圈子里面 运作的人在看的杂志 你一看就知道 里面有很多文章 都非常值得你看 然后我们在上面的最 53页 就是你这封面翻过来 底页就是我们全版的广告 你如果是假的 不可能上这样的杂志 不过 中华民伙的系统 他会说 这里面有信号 你去看看 跟我们G7同样 你去看看 所以我刚才说 一消一长 这就是长 长是什么 不光是基本 我们是一连串 我们在国际媒体的刊登 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 只会越来越重要 越来越关键的媒体 会出现而已 这是其中一个 真的在华盛DC为影响 美国政局的杂志 它的底页写什么 你看2009月26号 Washington Examiner 然后往下看一点 这前面有一句话 World War II ended 二次世界大 已经在71年前结束了 It's time for Taiwan to determine her future 时候到了 事实上台湾要决定 它的未来的时候 过去没有嘛 过去被人家决定未来 现在要决定 那你要决定未来 也要走在一件 什么事情上 合法合理的路上 不是台湾人想 哇 台湾要独立 要免心 你什么事情都按照 我刚才讲 游离走遍天下 无礼寸步难行 走台独就是无礼 无礼日文叫做muri 就是太勉强 不可能muri 做不到的 无礼也走不出去 然后这是前面 下面那句话是什么 来 再往下 再往下 我要看Dr. Roger Lin 讲的话 来 他下面PO了一句话 台湾民政府将会是美国在亚洲地区最重要的伙伴 最可信任的伙伴 亚洲没有其他国家可以信任 包括菲律宾都不可信任 最近菲律宾那个伟大的总统讲了些奇奇怪怪的话 杜特蒂说他开始要把菲律宾租给俄罗斯跟中国 欢迎他们的军队来 他是在缴获 美国你还能相信像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吗 再往上看 这边有一小段 要移对位置 台湾人的死官都被中国人写得乱七八糟 外国人随便给你写个死官 这一条信就跑出来 1662年 债德兰 荷兰 1683年 China 1895年 Japan United States Earline Victory Chang Kai-shek 1946年 1951年 Peace Treaty 他把这几个跟台湾有关的重要的点都拉出来 这是他的死官 西方人的死官 他们从发现台湾的 雷德兰 1662年 之前是什么 我讲了四万年 是一个部落形式的台湾 是一个没有跟国际世界任何接触的台湾 是一个跟以前印第安人住的 那样的北美洲一样的台湾 那慢慢由于外国西方国家的船间抛离 用族人来侵略 把台湾当作各国家在抢的殖民地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后回到日本 现在重点就在这边 日本不是光把台湾当作殖民地 是把它透过黄明化五十年建设 最后取进来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1945年4月1号 大日本帝国宪法实施在台湾 这件事情连美国都知道 在那个几年前有开一个华盛顿公约 有一个协定对武器的管制 那个时候里面就等同于承认 台湾澎湖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所以有很多的条约 不光是宪法的实施 这些都在证明台湾这块土地的性质是什么 所以就是这样的合比条约才会这样签订的方式 然后我们也告诉美国 告诉全世界 未来在台湾这边执行 Civil Government的这个政府 将会是美国在亚洲地区最可以相信的伙伴 也就是According to American Interest 是完全符合美国利益的团体在这边运作 这个文章就写在这边 来 再往上看 Examiner 不光是这个 你看 最近最夯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美国总统大选的辩论 对不对 希拉蕊跟川普在那边辩论 辩论的当天 那个即时在那边播报的时候 居然在他们的Examiner官网上面 你看我们台湾民政务的 我们的广告就出现在这里 蛤 我们的广告就出现在这里 那表示什么 当这些人在关心关注这个问题的时候 发觉我们的Banner已经跑到上面 一定会去点 一定会去看 这个就是要让美国 所有的关心政治的人 透过这样的机会 注意到台湾民政府 慢慢宣告 我们的那个 能见入曝光力是 越来越明显 越来越清楚 相较于中华民国 越来越衰尾 消风 没了 撞掉了 他们即将会在国际舞台上消失 你看慢慢的断交就会一个一个的发生 最近不是发生吗 究竟当 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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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時候講過 台灣民政府的全名是什麼 全名 台灣 澎湖 列島 美國民政府 這是我們的全名 我們的全名 只是簡稱台灣民政府而已 其實它的全名是這個 這個的話在對於 懂國際法 戰爭法 華盛頓DC的這些專家們 學者們 政治人物們 一看就知道 沒有任何一個單位 可以自己取的 名字叫Civil Government 它Civil Government代表 就是那個意義 現在沒有任何台灣 或者世界各地 有任何一個團體 可以跑出來跳出來 自己也取的名字叫Civil Government 沒有 有啊 曾經有從文件叛名書 要取個名字叫什麼 美國台灣政府都不敢講 叫Civil Government 因為Civil Government 必須要被佔領地區的百姓 有軍政府也有民政府 如果沒有美國軍政府的承認同意 民政府不會跑出來的 沒有美國觀光部的同意 台灣民政府不會跑出來的 這樣跟你講好了 這是被佔領地區 處理有關於軍事政務 是美國軍政府 那我剛才已經講 美國軍政府存在 存在哪裡 舊金山和平條約 在我們初級半已經講過 我還想把這個條文拿給你看 對不對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在條約裡面寫得很清楚 條約有效 這個單位就不會裁測 美國軍政府存在 它就會設立台灣民政府 那這個台灣民政府就是我們 那時候雖然他派中國代理他 佔領台灣 所以中國人就會成立他們的軍政府 叫做警備總司令部 那他們在台灣設立的民政府 叫做行政長官公署 後來變成省政府 那軍政府後來 警備總司令部改成叫海巡署 他們就一直在換名字 就是讓台灣搞不清楚 這到底是什麼狀態 可是它的本質都是沒有改變 就是中國代理這個代理者的軍政府 跟中國代理者的民政府 那現在這個代理者要離開 因為它功能上發生很大很嚴重的問題 它甚至要把台灣吃下來 你是代理者 居然要把老闆委託者的土地給吃下 你夭壽了 你準備要死了 果然沒有錯 美國軍政府就自己恢復佔領 而且在裡面為非作歹的 中華民國就要上法院去接受訴訟的結果 所以他們都很清楚 只有台灣人不知道 我們現在也沒有跟台灣人鼓勵 說到拜託 我們發行身份證已經停止了 革命先行者已經夠了 台灣人那頂著法庫還不願意進來 這表示什麼 看來說都不好 他們想要說一句 九時再說 九時你看看 會讓你暗退喔 台灣民政府做的事情 會讓你這些後來進來的時候 會覺得贏喔 先坐在前面 來 我要examiner這裡 我相信 我的高級班 聽我看過網路上 我高級班比初級班看的人數多了幾千人 那這個幾千人我相信就是那些 我不相信台灣人真的鼓勵到看不到 他們看不到 但是他們自己做了一個判斷 但是你真的行程再說吧 不見棺材不掉淚 你那些企業家 在那邊就還在想是不是 你不曉得台灣民政府就即將要執政嗎 這動作已經走到這一步 還在參加什麼蔡英文的餐會嗎 什麼台商餐會 笑死人 以後參加的人 以後就不要來參加我們的 你就繼續去拱那個東西 先講在前面 這是Washington Examiner Daily on Defense 有沒有 我那天其實有點開玩笑 我說我要開始點名了 是不是 商民這點名 企業界代表有誰在我們這裡面上課的有沒有 沒有喔 以後要問喔 華碩你有沒有派人來看 洪海你有沒有派人來 一個一個點名啊對不對 裡面企業是做生意的人啊 做生意要搞清楚政治方向球啊 對不對 你好歹得派個人來上課啊 去了解一下什麼狀況啊 是不是很好笑對不對 那這個他的Email Email這個廣告 我們就出現在裡面 台灣民政府宣傳廣告 每天都有不同內容 整整一個禮拜 好 回到我的PowerPoint 回到我的PowerPoint 對 謝謝 好啦 講到這個 其實我剛才講那個東西 只是喔 已經在台灣講了四五年了 台灣民政人的法理講了四五年了 每個禮拜在這邊開課 對台灣人講的這件事情 我們講的東西裡面 都沒有奇奇怪怪的 全部按照法理在那邊講 可是台灣人為什麼選擇性的不聽 很奇怪 隨便最近連網路上有個爆紅的影片 隨便那種奇奇怪怪的影片 大家都點閱率一下破百萬 我在想說大部分的人的腦袋 到底在裝什麼東西 有沒有 最近是不是有一個很爆紅的 Pen Apple Apple Pen 那小的 大家都在小的看 那些事情大家都很有趣 都會去點閱 而且一直補吉他人看 有關台灣前途 大家都說大家很關心 可是真的真相告訴你的時候 為什麼會 避開來了 這是我一直要在這段時間裡面 一直在研究的事情 所以你認為是利益把他們拔掉的 那意思就是什麼 台灣人為了利益 可以出賣自己的靈魂 對不對 台灣人為了利益 可以陪客人游來游去 台灣人為了既得利益 跟誰睡覺都可以的意思 沒有錯吧 對不對 沒有錯啊 只要能夠用 觀察是對還是不對 對還是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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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台灣人都屬於自由回溯龍 無頭的人 跟動物一樣的人 用食物 用食物 就能夠給我們拔掉 對不對 那叫你做的選題的時候 他不願意選擇對的 他寧可錯 會顧他那樣 那樣 那樣唱飯 走去讓他唱去 你如果顧那個利益 如果真的很大就算了 顧不是 那是在多少錢 中國人的 旅客來台灣是給你賺多少錢 你顧到那個 為了中國打拚 去上街抗議 這很好笑的事情 你如果說真的是那個利益 大到不像話 我也就認了 問題又 賣個財業蛋也可以高興成那樣子 這是最近發生 奧巴馬到寮國去 他有個亞洲的會議下 然後 美國總統 俄羅斯 佈在東北亞洲的 南部聯合國 佈台灣 是一個例子 的 美國 強調人權的重要 因為他們相信 人權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 從日本南韓和台灣的例子 我們知道 民主也可以在亞洲成長茁狀 How ironic 多么可笑的事情 一方面你讲美国你尊重人权 尊重民主 可是在台湾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都在违反人权到最极限 慢慢听我解释 他自己讲的 Uphold human rights 这是欧巴马讲的 Nation are stronger and more successful when they uphold human rights You better say that 来看看 包括他们的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难怪欧巴马会讲那话 他都是按照幕僚给他的稿子 他讲的嘛 幕僚会讲这种话 但是他幕僚啊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他叫什么 Russell Russell讲什么 来美国国务院 亚太助理国务卿 罗素27号 在国会接受询问的时候表示 美国看见台湾参与国际事务的价值 特别是 不需要以国家作为先决条件的国际机构 美方相信台湾能够做出许多贡献 罗素说台湾受限 信守一中政策 历来八届政府都如此 但对他及美国而言 台湾的安全 民主体制 以及经济自主 相较于所谓的议题 是更高的优先要务 民主体制 台湾哪里来的民主体制 我跟你们讲过 台湾有没有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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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怀疑了 你讲有啊 有选举啊 有啊 我们 什么叫讲民主 假在哪里 他真的照规矩 他没有作票啊 他经过好几年之后 他已经不作票了 所以当你在讲说台湾没有民主的时候 你要跟美国人讲清楚 为什么台湾没有民主 台湾为什么没有民主 台湾为什么没有民主 我说没有民主就是没有民主 可是你要讲个道理 让美国人也相信他没有民主 什么道理 就是占领者跟被占领者混在一起选举 这就是假的民主嘛 什么叫民主 是同一个国家的人同样的利益 才能去选 才能有民主制度耶 你不可以两个国的人混在一起去选举耶 两个国人啊 中国人跟一般人一起去选举 那是最荒唐的事情嘛 你美国人如果相信这种叫民主的话 你美国跟苏联的人加在一起 选美国总统怎么样 对不对 你应该这样做啊 你应该把美国跟中国人加在一起 选美国总统啊 你怎么不这样做 现在在台湾发生就是 日本人跟中国人 人一起去选总统啊 去选中国中华民国总统啊 这叫民主嘛 你可以讲美国人 你要讲个清楚嘛 你说台湾是假民主 假在哪里 这就是我们在论理的地方 我们在讲道理嘛 你要讲得清清楚楚 切到要害嘛 占领者跟被占领者 本来就不能混在一起 罗素表示 所以你这个state department 这个assistant secretary come on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台湾如果说你是讲的中华民国的话 它什么民主体制啊 他把被占领地的百姓抓来 变成中华民国人 然后一起去选中华民国总统 然后宣称自己是一个中国的真正代理人 美国你的民主是笑话啊 连美国出生接受这么多代 活在美国的人 连什么叫基本的民主的观念 民主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叫什么 叫什么 rule of law 你要遵守法律啊 你没有遵守法律 没有民主你知道吗 所以为什么落后国家 不守法国家没有办法民主 一天到晚在吵架打架 一个推翻一个 你一民主一下 就在落后国家的话 就天天在暴动耶 你去看菲律宾就好了嘛 号称民主啊 里面有多少个不同的那个 部落战争还在打耶 民主是很多的必要条件 我这边讲 9 elements of democracy 这是你美国教科书 textbook 从小学初中高中在上的课 里面讲的东西 你Russell 你是不是念过 美国的初中高中大学啊 是啊 那你连什么叫做民主的定义 你都搞不清楚 那你来称赞台湾的民主 在称赞什么 罗素表示台湾是美国极为重要的友人 是亚太地区重要的民主政体 Come on 都不是个国家来的民主政体啊 你在讲什么 足攻他国作为楷模 笑话 国务院的人真是笑话 难怪会在上次诉讼案的时候 他们国务院的律师会讲说 究竟要合约啊 可是我们有台湾关系法耶 台湾关系法是什么东西啊 是美国的国内法耶 是美国国会通过的private law 跟public law 那是国会通过的法律耶 用那来规范你被占领地的 没有错啦 被占领的地方可以当作你的 practice 你的东西啊 可是你不可以改变当地的法律耶 被占领地你可以当作 American nationals 可是不是你的citizen耶 不过算了我不讲那个太多哈 What happened in Taiwan in the past 70 years should be a textbook example of grand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major insult to the democracy value major insult OK 这应该给美国看清楚啊 过去在台湾发生 70年发生的事情 应该是textbook example 可以拿来当作教科书上讨论的 全世界发生最荒唐 美国有史以来做过 在海外做过最荒唐的事情 grand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你号称人权 可是你在台湾所发生的事情 完全是违背人权 什么违背人权 大日本帝国的人 国籍被你改了 语言被中国人改了 大量的中国人送来台湾 改变台湾的人口结构 叫台湾人去当兵 叫台湾人去买武器 叫台湾人拿中华民国护照 然后叫台湾人的下一代 去接受中国人的教育 把他洗脑成中国人 抱歉喔 基辛吉你是犹太人 当初两个中国政策是你在玩的 犹太人最恨的就是种族屠杀 叫做genocide 为什么你让中国人在台湾做种族屠杀的行为呢 台湾人忘到连自己是谁都搞不清楚了 被他这样的洗脑 然后人口去把他淡化 稀释掉 你准备造球给中国人来吃 然后现在等到中国做大 你又把他收回去 那时候才来收回去喔 不然你就继续做到最后 你让中国真的拥有台湾看看 你又不要 所以你国务院这群人到底在做什么 我真的是搞不懂 当初容许中国这么嚣张 在台湾把整个台湾人的认同 全部混淆掉了 历史课本也给你改了啊 所以我那时候讲说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How to turn Iraq into democratic country 美國你不是打败了伊拉克吗 你是占领全国嘛 那美国你又教民主制度嘛 那我教你怎么样 最快的方法 让伊拉克变成一个民主国家 来 怎么样做 第一个 Top 10 quick fix for the Iraq to become democratic after the US won the war 第一个 Change all Iraqi nationality into US nationals using executive order by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对啊 你把伊拉克人全部宣布 从今天开始以后 伊拉克人恢复美国国籍 你怎么走啊 第二个 Apply American constitution in Iraq so that the US soldier the occupier and the Iraqi civilian the occupier people join together elect their own president 对啊 美国宪法 当然就可以实行在伊拉克啊 直接行使 因为他们都是 都是美国人啊 所以你就实行美国宪法啊 然后呢 在美国的军队部队 那边有17万个美军啊 就加上当地的伊拉克百姓 一起选伊拉克总统啊 你怎么怎么做 比较贵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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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选美国总统啊 如果不够的话 bring more if necessary 下一个 stop Iraqis from using their own language and declare English as their official language enforce this policy to all education media 对啊 就像发生在台湾的事情啊 just like happening in Taiwan啊 在美国 在美国你就要来做这种事情 你如果觉得荒唐 那在台湾就是这么荒唐 As Iraqi children pay tribute to US flag and pic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AAM every day 我们每一天 State Department的官员听警署 过去70年来的台湾的小孩子 每天早上八点 都去拜蒋介石的像 唱国旗歌 唱中华民国的歌 啊你怎么不继继叫伊拉克人 也做一样的事情 所有的小孩子哦 所有的媒体 make military service compulsory to all young male Iraqi 规定所有的伊拉克年轻男生 都得去当兵 替美国当兵 teach American history to Iraqi children and force them to memorize by heart 再来 teach all Iraqi that their ancestry is from New England area 告诉美国人 告诉伊拉克人 你们的祖先 其实从New England地方来的 tone down all the Iraqi historical buildings and replace by US founding father's statue 中国人在台湾做的就是摧毁所有大日本帝国的建筑 从原山饭店把神社拆掉啊 放上宋美林盖的饭店啊 在我们的总督府的前面 盖草草廟啊 所有的主要街道都改成中正路啊 中山路啊 所有的台北市的街道都改成中国的省市的名字啊 衡阳路啊 什么路什么路 全部是中国名字啊 青岛的东路啊 什么 莫名其妙耶 你要把伊拉克所有的名字都改成美国的吗 把伊拉克人的名字都改啊 last name都改啊 叫John 叫Peter 叫Mary 叫民主要的名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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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边的名字都改 把那边的名字都改 中国人就是在台湾做这种事情 我们的高砂族都有中国姓 是不是最好笑 是不是最好笑 那是最近在街道回来啊 那高砂族跟中国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居然有中国姓跑出来 荒唐至极啊 叫民主要用武器 叫民主要改善才是 叫民主要的名字啊 叫民主要用武器 就这样啊 我刚才讲 前选的中心呀 你美国人要改善伊拉克 这个最快 如果做不到 为什么过去70年都做不到 为什么现在做不到 当然做不到啊 70年在台湾 不是民主的楷模吗 Russell 这不是民主的楷模吗 越听越火大 我发觉听到 这个Daniel Russell他讲的话 我实在是听不下去 我是整個肚子火啦 我真的沒有開玩笑 所以這個Department of State 你們做的事情 千禧勒進日本語 你所有都可以都做得到了 你就知道我在講什麼 insulting democracy is a common form of expression in democracy 他就叫insulting 基本上美國 State Department 就叫insulting democracy 還居然拿這個叫你們總統去弄 這就是我們fired the lawsuit 我們告的這個東西 沒有在非同小可 沒有在開玩笑 美國的Justice Department do something啦這一次 撼動世界的TCG控美案 剛才講了嘛 台灣民政務對美國的判決 就是要搞到全世界都知道的心理準備 台灣民政務的控美中判決案 是一個影響亞洲甚至於全世界的判決 絕對是影響全世界的 我們會redefine很多事情 台灣民政府的這個法律案件 會成為美國教科書中一定要討論的 以後所有的法律系 美國法律系的學生都要討論的 美國可以怎麼樣的twist democracy value到這種地步 in the name of democracy in the name of human rights 可是你實際上所做的事情 並不符合human rights 當然啦我們可以講說 美國總統有講過是嗎 他說所有的國際法 我們是主動要去遵守 他是世界最大國 他可以不要遵守 可是you cannot afford不去遵守 美國你是世界老大 川普其實講錯一句話 最近他跟clinton不是在辯論嗎 那川普的人很喜歡講一句話 說I know how to deal you don't 說clinton不知道怎麼去跟人家 deal 那我說川普你錯了 美國基本上是不需要跟人家 deal 為什麼 因為他是世界的老大 他說美國要當世界的警察 錯了 美國不是世界的警察 是因為全世界都歸他管 他為什麼要當警察呢 你懂我的意思嗎 他不是那個跟大家一樣平起平坐 那是最大的一個 最大的一個是他發號司令 那你要做老大 你一定要一個遊戲規則一下去 to apply to all 所有的人都要遵守 而且你一講出去的話 就要遵守 就像國王一樣 政講的話或者皇帝講的話 一出去就要成真 要不然你就失去你的公信力 人家就不會跟你信到 睡覺上面的人 我們今天講到國際法戰爭法 說實在的 這些法律是大國制定的 絕對不是小國對不對 所謂國際法戰爭法佔領法 這些也是美國 歐洲這些大國你們自己講好的 我們只是用你自己講的話 去打你的手 打回去而已 我們沒有做額外的東西 我們說實在我們是很弱很小 被你佔領的一個小地方的百姓 快被滅掉的人 我們很卑微的聲音 只是走到你的法律系統裡面告訴你 你不一致喔 You are inconsistent in here 你沒有integrity喔 我們只是這樣來question美國而已 我們是這樣來反問美國 你講的法律要不要遵守呢 對不對 這條約也是你簽的 是美國跟日本簽的啊 對不對 連日本都在聽你 在養你的鼻息 在聽你的命令啊 誰不是呢 更換我們台灣人呢 我們現在是在會發起一個人 你看我來這邊 就算講這麼多 你就到71年以來 對台灣人可以做多大的damage 多大的傷害 到現在台灣人還要去入聯耶 啊 長老教在那邊羅榮光 還在寫 還要去弄拼 到這個時候你還在寫這個 那真的是喔 這不是我講 在講到不會賣場 就是不會去抓養 笨到連養都不會抓 那是台灣人耶 好在還有我們這幾萬的台灣人 站出來耶 革命先行者耶 好在我們有這個人耶 每個禮拜這邊上課教育台灣人 什麼是基本的邏輯 什麼是歷史上的事實 什麼是法律上的文件 什麼是真理 想辦法讓台灣人得到自由 這是這麼多年來 第一次有這個機會喔 進行都沒有 因為都去拿去錯的方向 去撞拼 這一次真的走出來 請台灣人趕快脫掉 因為是高級班 更何況我也不是要鼓掌台灣人 所以有很多事情 我可以慢慢講的 越來越清楚 待會在下一個地方我們再講 ROC到底要被打臉多少次 台灣人才會醒過來 這個事我在初級班 做給初級班的人看 你們看過嗎 你看我再重述一次 斯蘭奇他講說 要入聯機會幾乎是零 台灣繼續撞牆吧 柬埔寨遣遣返台灣人 被抓去 馬上遣返中國 對吧 外交部審理時 還要升級被打槍 四次 說你沒有資格 美國就重申 我們不知道你有升級 也沒有批准 批准耶 你要升級到批准 我們對該行動失望 也向台北和華盛頓的台灣資深官員 提出嚴正的關切 第三個我們希望台灣 確保這種事情 不再發生 有沒有看到 然後開始外交部 就一步一步的側管 法國的漢堡 不德國的漢堡 美國關島 沙烏地阿拉伯 挪威 他總是要有一個說法 要省錢 聽說可以省一億多 笑死人了 你關照分數案 就賠57億了 你在省這一億幹嘛 準備要賠款了嗎 這很好笑 更何況你如果說 省一億 你57億省下來 可以蓋多少間大使館 幾千家不是嗎 然後 這是從台灣民眾去弄批 台灣民眾跑去聯合國的總部 在歐洲 進不去 護照被人家reject 他說幾年前就可以 為什麼 我跟你講 情況已經改變了 在台灣民政府 提出告書之後 情況就改變了 後來最新 ICAO未受邀 李大維也說 強烈遺憾與不滿 這不用不滿 這樣做才是對的 聯合國舉奧運會期 對不對 OK 究竟在中華總會 換國旗 巴黎島舉行的國際刑警 組織 也不會讓你參加 全部一直在打臉 打臉打到後來 蔡英文也心虛了 他心虛了 連颱風都對他 連大自然都對他 直接 最近是不是有個穿心台 有沒有 穿心台 就是台灣的中間穿過去 穿心台是對誰 空心菜 空心菜 穿心台 那 一方面他們是小鳳 一方面又要講台灣民政府 TCG要說多白 台灣人肯定有辦法 法律施衆告USA跟ROC 成立台灣民政府 發行身份證車牌 不需要跟中華美國登記 OK 在美國法務部有登記 成立六大洲行政單位 辦公室黑熊部隊 全球各大媒體曝光 G7公開 美國主流媒體曝光 ROC無法可管 就這個啊 還不夠嗎 一削一掌 一削一掌 致致給台灣人重複的講 重複的看 我講這個不知道要多久 我講一段話 G7 World Leader告訴你 我們在G7裡面已經曝光了 G7國家背書了 背書所有台灣民政府這個單位 蔡英文不是很想出名嗎 就在G7登一個廣告 你不是有預算 我們還沒有預算 我們就登上去了 我們登到世界主要的媒體 你有預算去接受 去買買看 看能不能買得成那個廣告 重點 好啦 現在講到這 另外一個就是文化這個東西 我之前講的都很硬 是屬於法律的部分 那我也講到什麼叫做種族滅絕 種族滅絕裡面有很大一塊 講到文化這個東西 我現在是比較感性的訴求 剛才那是理性很硬的 那感性就是說 台灣人出國一陣 別人都想說 你從哪裡來的 我從台灣來的 請問台灣文化什麼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我那時候去美國念書 都這樣子 可是人家問我的時候 你如果幫你介紹一個文化的部分 你說什麼 說什麼 加上比身體的文化 不知道 有什麼 吃臭豆腐 有什麼 集中的文化 有什麼 ك to neu 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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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當人家問你台灣文化什麼 你講不出來 因為你不知道你的文化是什麼 我講過一句話 當你不知道自己是誰的時候 人家決定你是誰 當台灣人不知道自己是誰 別人跟你講你是誰 你就去了 台語也不是台灣人的議員 台語也不是 台灣人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在台灣時節碼 我們出席班花很多篇幅跟時間 告訴台灣人你到底是什麼人 還不是我有編的 你只要到歷史上去找證據 找科學證據就找出來了 就這麼簡單的事情 台灣人做不到 還不快去做 你剛才說為了錢為了好處 那是一部分 有一部分是什麼 因為長時間的文化的主導權 是掌握在別人手中的結果 文化的主導權被人家抓去 講文化我就講一個東西 文化是什麼 它原來那個字叫做cultured 就是在一個土地上面 本來都是自然長出東西 你就拿出來吃 可是久了你希望耕耘它 長出你比較想吃比較好吃的東西 是照你的意思喔 因為如果那塊土地是你 你希望這個土地長出來的東西 按照你意思去長 我喜歡花我就種花 我喜歡吃比較好吃的水果就吃 我會把那個花園整的 如果是我的花園 我會按照我的意思去做 對不對 那你的意思後面是什麼 要有一個標準 標準後面是什麼 有一個叫做discriminate 分別什麼是好是個不好的能力 但是如果是別人進來 跟你一起使用這個花園的時候 就會吵架 因為兩個人意見不同 光是阿嬤兩個人管節回復 那就可以 對不對 阿公要煮 鑑 阿嬤要煮 農泡廳了對不對 現在不是農泡廳喔 那是相當的勢力農泡 現在完全不是 阿嬤比較難 整個肌把你撞包起來 阿公看出去了 阿公阿嬤打到沒說話 點點點 現在情況是這樣 過去有關於台灣 你住了4萬年 你在4萬年之後的台灣 是屬於這4萬年來住在這個島上 的佛摩沙人 自己經營出來一個島 對不對 我們住在這上面 那慢慢再自那人進來 就開始影響你 我那時候講過 用語言 宗教 姓事 把大家蓋起來 又不想負責任的 那種不負責任的殖民者 殖民者 就是我來說 男生對女生有性需求 不要跟你結婚 你漂亮的時候要 你不漂亮的時候 把他丟到一邊 完全沒有任何責任 不需要照顧你一輩子 那就是殖民者 殖民者就是遭泡人的 那種男生叫做殖民者 很可惡的 阿你是怎樣 你怎麼感覺要去遭責任 現在問題來了 他比較強 比較壯 遇到他那種暴力 一點辦法沒有 可是當你有知道法律的時候 為什麼還繼續被他遭責任 這就很奇怪 對不對 你知道你明明已經嫁人 重量了 已經有老公了之後 為什麼還去找過幾個 跟你遭責任的 那就奇怪了 好不容易有一次 可以逃負過正常生活的人生 為什麼要選擇 過去那種沒有名分 而且被人家糟蹋的日子呢 你到底在想什麼 當然日本人那時候 看到台灣人這關 馬上轉過去那種心態 日本人也覺得很心寒的 對不對 但是你要跟日本人講這個道理 為什麼台灣人會這樣子 因為台灣人在過期 有百多年的時間 是給我們大清統治的 那日本人來到台灣 說五十年沒有錯 可是五十年之間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那時候中國很落後 落後國家跟更落後的部落形勢 是很容易會麻煩的你知道嗎 反而你這日本是 已經進入歐洲先進國家的 那個行列的水準 向往要把台灣的水準 移到帝國的水準一旬 很多很勉強 很勉強的事情會做 什麼 比如說我自己教你幾輩 站有站向 坐有坐向 吃有吃向 把你台灣人教那時候 台灣人不快 那麻煩這麼囉嗦 吃飯 腳都騙起來 爽 對不對 台灣人喜歡這一招 是不是 覺得這樣比較舒服啊 為什麼一定要在同一個地方吃飯 廚房 便室 怎麼亂做 各位 那是過去生活的方式啊 日本人沒有把你教得數嘛 規矩嘛 以前在日本統治說 短短時間台灣的市制率 從個位數跳到七十幾趴耶 亞洲僅次於大日本帝國耶 短短時間跟中國做區隔 可是在這過程當中 有一部分台灣人很生氣啊 因為我過期就這樣 滑爛就能過幾季 為什麼現在要這麼丁親 日本警察一個棍子 站在那裡整個車站 台灣人會敗堆 為什麼要這樣管 就是要管啊 因為你落後啊 把你要提升的力量 你開始討厭 所以一旦這個壓力失敗的時候 你就想反抗 喔 以前灌的那個 很兇的那個爸爸媽媽 總算現在不在了 馬上就是我的另外一邊去找中國去了 就這樣子啊 那加上那些以前在大清帝國吃香喝辣的那些家族 繼續在那邊慫恿啊 以前有一群是小慧主義的 那就是以前好驚人的年齡啊 日本時代也是要對付這些人 我講這個目的 只是要讓日本人知道說 在台灣發生什麼事情 不是你想像那麼單純 有一部分人的確被黃明化以後 真的認命了 說我現在已經嫁給日本天皇 我就是日本人 我已經嫁人啊 阿伯就嫁人啊 這我有名分啊 我為什麼要放棄我的名分 更何況這個名分在亞洲是很好的 亞洲有比這個名分更好的嗎 你要去做中國人喔 你會覺得建設耶 連中國人自己都不願意當中國人耶 不是嗎 中國人都 他們的高官都把小孩子送去當美國人 不是嗎 希臘人就覺得很奇怪啊 你中國號稱強國為什麼你們的 蛤?我可以點名的啊 可以點名嘛 你那小孩子都是拿美國籍的 那我根本就連談都不想談那個人 對不對 人家好歹也管個中國那麼大的國家 你的那個頭為什麼 去拿美國的護照呢 去當美國人呢 叫他回來的歪 是不是 對啊 對啊 偏偏台灣人說要去中國 連中國人自己都不想當中國人 你台灣人居然想去 而且你去的時候還是當人家的邊緣人 你會變成中國文化的主流嗎 不會嘛 絕對不會嘛 你就是被流亡政府那群 從中國趕出去那一票 以前的黑五類 在台灣生根繼續延續 將肝文化 臭老酒這一批文化的人 所交出來的台灣人 居然還想要擠進中國的主流文化 那有可能 你怎麼玩都是輸 你怎麼玩都是輸 你現在 所以我就要問說 這頂目前所謂的執政的人 你要拿什麼樣的模式 把台灣人帶去什麼地方 以現在的情況 你要把台灣人帶到哪裡去 我問你嘛 以現在的歷史文化 現在各種東西你要帶到哪裡去 文化這個東西很有意思 它可以動到後來連血統都沒有關係 所以美國會形成美國文化 美國有一個 subject 叫做American study 是在幹嘛 我跟你講喔 最近歐巴馬上電視節目 做了一個很重要的宣告 他說 我不管你投給希拉蕊還是川普 都不重要 美國總統講話喔 我要你們出來投票 美國 為什麼歐巴馬會講這句話 我不管你投給誰 不管是民主黨或共和黨 我要你們出來投票 那才是重點 這句話就有意思喔 大家聽不懂喔 我跟你講 我們的觀念跟他們觀念不一樣 美國所有的權力來源是來自於哪裡 人民嘛 那為什麼來自於人民 我跟你講以前不是 以前他們是殖民地 他的權力來源是來自於英國女王 美國要獨立 所以跟英國打了一仗 打完以後叫做獨立 獨立之後所有的 因為是全部的殖民地的人去打的 所以權力當然是屬於所有美國人 好啦 現在出來了 要來管這一群美國人 不能大家一起管會亂 對不對 真正的民主不是這個觀念喔 Democracy雖然是大家 Demo就是所有的人在統治 可是你不可能實質上 有這麼多人來統治嘛 你一定選代議制度 到最後一定是有個代表的政權 在那邊存在著 現在來了 美國每一年要選出他們的總統 代表這個權力的核心 來統治剩下的人 他需要有授權 這個授權就是透過投票 透過美國每個公民去投票 才會授權給這個政府 有這個合法性來統治美國人 如果美國人民沒有授權的話 他的統治基礎就崩解了 美國過去支持的兩百年 就是要不斷的教育他的百姓 你全力在每個人手中 可是你又要把他授權出來 我們才繼續管理這個國家 如果美國投票率不到百分之一半好了 他就沒有統治的基礎了耶 任何政府上去就有問題耶 所以美國現在民主黨在怕一件事情耶 怕山德斯的那一票人 不支持他的克林頓耶 不出來投票耶 就會影響到美國政局耶 山德斯那一票人是非常的 不斷的國安德斯的國家 都可以來挑戰美國整個系統跟制度 所以他山德斯最近還趕快 把這些人再給口罩回 不行 我們要維繫整個美國能夠運作下去 一定要投票 全力賦予這個政府 不管你喜歡他還是不喜歡他 你都要出來投票 這個被選出來的政府才有代表性 美国才可以继续转下去 所以美国希望这些 所有受他教育的人都知道 什么叫做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它是怎么形成的 这么多的文化种族 怎么能够放在同一个国家里面 你就要一个value 一个价值把大家口做会 是这样子 这样的价值居然让美国 也完成世界大国 不简单 这是新的一个世纪的统治的方式 但是它现在遇到 面临另外一个新的挑战 就是台湾民政府带出来这个挑战 过去所有的民主这个概念 已经变得太naive 太天真了 以至于它没有注意到 全世界还有其他国家 有不同制度在运作 我刚才讲美国是这样的制度 可是英国不是 英国不管你投票率在怎么低 欧洲投票率都很低 可是那国家的主权是他的 英国女皇在拥有在手中的 英国女皇可以说 就算你5% 10%的总理 我也就是认命你 可以不可以 可以啊 因为国家主权是一个人在拥有的 不会因为人民不赋予 他就没有这个统治权 所以很有趣哦 有国王的国家跟没有国王的国家 对于所谓的权力跟统治的基础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大日本帝国 我们的主权是来自于日本天皇 那这个也是过去在我们的教育里面没有的 主权啊 那台湾人都认为说台湾对于台湾人的啊 这就是我现在要讲的 台湾是不是台湾人的台湾 不是耶 台湾不是台湾人的台湾 你什么时候 那你要不要让台湾有一天变成台湾人的台湾 可以 可以 所以你要怎么做 我建议你 第一个 把美国的占领军打掉 台湾人都团结起来 把美国占领军 干掉 第二个 再去打日本 把跟日本宣战啊 第一个先跟美国宣战把日本赶走 第二个跟日本宣战把日本赶走 第三个 还要抵抗中国对你的影响 台湾人有几条命可以这样算 我说的一个很简单很白的事情 然后最后呢 等到你真的都完成了 就算好好 所有事情都给你完成 台湾人要关自己哦 让这些人关哦 我吓死了 真的 我们在公法里讲这么久 还听不懂的台湾人 你要让这些人出来关台湾人 台湾等的灭掉好了 还要快 对不对 我们相对落后耶 相对于这些先进国家 我们是落后国家耶 我们连自己管自己的能力都没有 那是法宋的而已 法宋要把那些人得到政权 得到好处 当我们还在落后的时候 我们要跟先进国家学 那我们已经有先进国家的身份 就是大日本帝国的台湾嘛 你就应该回到这个系统里面 让台湾茁壮成长 这样才是真正为了台湾的未来在磨算 这才是聪明的动作 过去台湾的发台湾的票 都可以休矣 可以结束 不要再讲了 蔡英文你也可以担心了 已经收拾三后了 中国国民你也赶快可以回家了 现在大家都已经把事情都掀到台面上来讲了 过去安安善善善善 大家都不想讲清楚 现在全部讲的是一清二楚 所以我说政治是怎么样 把事情弄模糊 大家可以上下棋手 法律是把事情厘清 让东西变得一清二楚 对不对 这样台湾人才有未来啊 要不然拿到好处都是在玩政治的人 我们就是把它带到法律里面 让台湾的地位正常化 就是摊盖 这样聪明的人才可以给他最好的意见 才正正帮助台湾走出来 拜登的几岁再有机会 不然永远你的百分之八十 都在养那个百分之二十的中国人 所以你的薪水永远很高不了 都去拿养他们啊 去买他们的武器啊 不是吗 在照顾他们的十八%啊 他们的共犯结构啊 对不对 他们提不到钱还出来抗议 还好笑 所以我那时候 那一次的游行 大概世界上有史以来 最好笑的游行 为什么 千万富翁都上街去抗议 那里面全部是千万富翁 亲切给你讲一下 也讲到千万富翁 不是酒头划过去上一的都有 真的 上街抗议那些人都是上千万 你看他们的房子 加上他们的银行的存款 全部加在每个月里的十八% 有超级的清白没有 絕对有 上一的还跑不掉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 他们看这一阵 民进党也有人找人跟我说话 他说 你们这一天后我们怎么办 他的艺术言下之意就说 如果你真的执政他也要有分 以一个团体来讲 他说要分什么 你们讲错话 你们要讲话的对象是谁 民进党要讲话的对象是谁 他如果有诉求他会跟谁讲 不是啊 跟中华民国讲 对不对 他是在中华民国登记底下的政党 不是吗 他是在中华民国的游戏 这个系统底下的政党 所以你要跟中华民国讲 中华民国要跟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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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国来到台湾 是美国台湾关系法底下 所成立的台湾治理当局 是不是 所以你要跟AIT讲 那AIT要跟谁讲 美国国会啊 AIT是美国国会 所成立的一个单位 所以那时候不是讲说 台湾有两个单位 他碰不了吗 一个就是AIT 一个就是台湾民政府 你怎么没好 对不对 你要跟他吵嘛 吵完 那我们这边是什么 我们的顶头上是美国军政府啊 美国军政府上是什么 美国国防部啊 美国国防部上面是什么 美国总统啊 上面人没有讲好 你下面在谈什么条件 是不是 我们台湾民政府 从来没有被授权 说要跟中华民国体系下 AIT底下的中华民国体系下 这个民政民进党的 讨论任何事情啊 你不是搞错啊 难怪他们会乱掉 所以基底党从来就没有搞清楚 什么叫做 系统、制度、架构、法源依据都没有啊 都没有嘛 因为这些人的法律观念是被 像马英九那种认为 宣言可以取代条约的这种人 教出来的学生嘛 对 所以参与委员会宣战啊 人家把他当笑话啊 对 他说我们是一个完整的政府 跟民主的机制又来了 难怪他会这样讲 美国国务院都在支持他 我们有军队 我们是一个可以为自己做决定的国家 再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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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为自己做决定 再讲啊 我看他能够讲多少次 所以那时候 在G7之后 我们宣布了 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 中国应该支持台湾民政府 我们帮你讲嘛 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 唯一合法代表中国的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法代表中国的 没有其他 全世界只有一个台湾 合一合法代表台湾人的政府 台湾民政府 现在那个叫做 中国台湾当局 这是南海输送案的结果 我们意想不到 我们想说 南海输送案 刚才是什么 结果没想到 13次把他的名字叫出来了 叫做中国台湾当局 是在中国的底下 所以你现在进去G7 你要去参加国际组织 你一定要在中国台北啊 中国台北啊 中国台北嘛 当然是在这个条件底下 人家跟你邀请 一定是讲中国台北啊 两个都中国白啦 人家在台湾白啦 What is culture 我刚才讲的那个东西 有时候 在一个文化里面 我们一起分享 相同的belief 相信 还有价值观 还有我们的传统 social practice of subgroup 和整个社会 好啦,今天先不讲那么多 考究有点深 我剩下30分钟来讲一个 long awaited answer is here 台湾民政我在讲高级班的时候 会有很多外面的单位来问说 好了好了 我知道你民进会执政 你民进会执政是要做什么事情 台湾民进会执政 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会对于过去 现在未来做全盘的定义 第一个对于过去 一定要把过去解决 过去没有解决的话 台湾人没有未来 台湾要对过去 有一个合理的合法的 合乎所有东西的条件的一个解释 到底过去的台湾是怎么走到离到一样 所以 我们到底是谁 我们的ethnic identity 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们族群上的认同是什么 FOMOSAL 不是现在中华民国 企图要混淆台湾南空 我们是多元的岛屿 不是的 從來就不是多元 從以前四萬年住在這邊島上的人 怎麼個多元法 四萬年 生存在那裡 同質性太高了 就一個島上 就只有這些人 那後來所有統治的人 也從來沒有把這地方當作要移民的地方 因為這地方很糟糕 對他們來講相對落後 沒有人想要大量去移民一個相對落後的地方 所以連大清的帝國的時候都規定什麼 不得攜帶家眷來台灣 怕你去那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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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打算要移民 從來沒有改過 他只想拿他要的資源 叫統治者 最大的一次改變台灣的人口結構 是美國做的 美國用軍艦把這一群一百多萬的支那人送來台灣 這是最嚴重的一次 可是那時候台灣人還是有六百萬人 所以再怎麼混還是不行 對不對 你頭一台一半一半半半了 再來你再娶一個台灣人 那就變四分之一 說到這個就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我請問你 歐巴馬到底是黑人還是白人 你回答我 歐巴馬到底是黑人還是白人 你這個是接近事實 可是外面的人不這樣認為 他認為他是黑人總統 是不是 第一任黑人總統當選 他另外一半的白你不把他算進去 他媽媽是傳統的白人 Cancers那邊的白人 想到媽媽那邊沒算 爸爸那邊走算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因為黑人的基因是比較強勢 你跟他結婚之後 黑人的那個樣子會跑出來 他就用這個來認定你是黑人 我相信歐巴馬成長的過程當中也很痛苦 他明明他的心想說 一半白人也有一半黑人 為什麼白人看我就是變黑人 你懂我的意思嗎 這不是很好笑嗎 我相信他心裡面想認同白人 我猜啦 為什麼 因為是強勢文化 他是一個強勢文化 他如果可以的話 我覺得他 所以我們不猜他的心理世界 但是我只是講說 這對美國來講 這也是 我以一個外國人來看美國 也是很好笑的事情 為什麼 一半一半的人會被視為黑人 對啊 所以而不是以真正他的血統 來決定他成什麼人 所以這還是很幼稚的分別方法 所以你要真偽認成美國人 你真的不能用外表來決定他 是不是美國人 是不是 所以美國人定義不是他看起來像美國人 美國人現在看起來像亞洲人 美國人的臉也像印度人 美國人的臉也有中東人 美國人沒有這種人種 他是一個國家 他是包含所有人種的一個國家 他是所有資源回收人去的國家 當初得到這塊土地是因為 他打...他... 不是英國 英國之前還打敗原來住在上面 幾萬年的印第安人 他把人家滅掉了 那是不堪的歷史 他不想去討論 因為印第安人是落後是部落 他把征服下來了 慢慢的西方強勢的征服了整個美國 建構了新的國家 所以你要追這個歷史的話 是追不回去的對不對 你要以從後來的這個階段來算戰爭法 所以我們歷史有分段的 不像中國人選他自己想停的那個點 自古以來 那我跟你講自古以來 中國是蒙古人的 你要不要回到蒙古那邊 對啊 以前蒙古陳其世上 是不是統治了整個中國 金人也是統治了中國 大清也統治中國 那中國應該還給大清帝國 對不對 那你講的中國是什麼 沒有啊 中國也是不同的部落在那邊打來打去的 沒有一種人叫中國人 世界上沒有一種人叫中國人 你知道嗎 中國本來就是不同種族的 就好像世界上沒有一種人叫蘇聯人一樣 沒有叫歐盟人 歐洲人這個定義就很好笑對不對 是不是 有沒有歐洲人 歐洲人上面有法國人 有德國人 有瑞士人 義大利人 哪裡來的 連英國人都不承認他屬於歐洲 他說我不是歐洲 我說我不是歐洲人 我是英國人 我怎麼是歐洲人 歐洲人 歐洲人是屬於那塊大地 所以歐洲 所以英國人從來沒有承認自己是歐洲人 你知道嗎 是我們在認為他是歐洲人 英國人說我是另外製成一國 我還記得世界的帝國 所以我們慢慢在這個時代裡面 由民政府的出現 我們挑戰了很多過去所謂的傳統價值 對民主的觀點 對人權的看法 對於什麼東西我們都要挑戰 所以台灣這個案子會是很關鍵的一個案子 因為它裡面第二位的問題太多了 我們甚至要挑戰什麼叫做戰爭法 什麼叫佔領法 你可以什麼態度去佔領 你可以表面上做種族滅絕 然後宣稱這是民主嗎 就像羅素講的一樣 很單純的美國國務院的官員 對於民主的定義產生的結果就是這樣子 當我們真的把它檢視進去看的時候 就發覺裡面臭不可聞 有很多的問題在裡面 好 再來 我們是日本天皇的臣民 我們是被佔領地區的百姓 很多台灣人來到台灣民進戶 就以為說 我們台灣民進戶現在站起來 我們要成立外交部 我們要國防部 對不對 完全錯誤 什麼叫做台灣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是 我剛才講 是在被佔領地區的百姓 針對民事的事情 所成立的政府 當然不會有軍事單位 但是美國你就要帶我騎衛兵 不是我們自己要去 我們被你佔領 你要保護我們 對不對 所以台灣人不用當兵的 不用去買武器 什麼都不用 經常過你的日期最好 這類的台灣民進戶你賣來 你要去把蔡英文 自己國建國造 而且還把你小孩子 抓去當兵的這個蔡英文政府 怎麼搞錯 當台灣民進戶的時候 是不用當兵 不用繳稅 聽到這個 被佔領地的百姓 不是我講的 我們是被佔領地的 本來像波多黎哥一樣 不用買武器 而且還要受到日本跟美國的保護 我們在海外出到問題是 直接找美國大使館 或日本大使館 不像現在的中華民國 海外出事就抓去中國 你有沒有搞錯 現在還在那中華民國護照 真的頭腦壞掉了 然後我們是天皇的臣民 這個東西不要小看它 它是一個名分 我再講過一次 你怎麼證明你是奔透台灣人 就要靠這一張我們發的ID 才證明你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當你證明你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要求美國按照戰爭法來處理我們 按照戰爭法處理我們的時候 才有可以免當兵 免繳稅 才有這些好處 因為被佔領的百姓 可以不用做這些事情 過去為什麼你要做這些事情 因為你要去當中華民國的國民 所以你的責任義務都要一起來 但是你被佔領百姓 就不需要做這些事情 所以這個是名分 這個名分 而且還讓你intitle 日本天皇現在唯一存在的臣民 日本人不是 他們現在孝順都拿不到 除非他修改大日本帝國憲法 再讓日本天皇回去當他們的天皇 台灣這塊土地 是日本天皇宣佈憲法之後 所擁有的他的土地 他宣佈憲法之後 從來沒有宣佈另外一個法律 他沒有去招書 把台灣跟他的關係切掉 沒有 所以二戰之後 有處理跟新日本國的關係 可是沒有處理台灣問題 所以如果沒有處理 就是表示先前的關係 到現在還存在 那表示我們還是大日本天皇的臣民 所以我們去參拜禁國神社是對的 所以我們去天皇的譚舊禮 天長節去跟天皇祝壽是應該的 我們做的每個動作都符合法律 符合整體 符合我們的身份 不是我們自己想要當天皇的臣民 是我們本來就是天皇的臣民 是其他人不能把我們剝奪的 所以上次在法院上訴訟的結果是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 一個國家不能改變我們國籍的意思 就是說 那表示中華民國那個國籍並不存在 是你認為它存在 什麼叫詐騙集團 你欠了100萬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光是我講沒有用 對不對 你要相信說 你真的欠我現在拿100萬人承我 這個詐騙才存在 對不對 對不對 兩個巴掌才拍得想 如果我是講你說你笑的 沒辦法插你 這件事情也不存在 問題是 中國人說我發你身份證 中國人那時候台灣人接受 而且相信了 他就好笑了 對不對 所以到後來台灣人吃的苦是自己瘦的 你去做兵 去往台西 那是你自己自甘去當中國人 你去當了中國人就說 好 你要做中國人喔 說北京要去 對不對 你要做中國人喔 去做兵 你要做中國人喔 接下去所有的東西都來了 但是你如果一開始覺得 我一本人耶 你要按照戰爭法來處理台灣耶 他就這裡都動不了 所以我們的身份 你要把它就寶貴 就精秀耶 是你的身份耶 這怎麼樣都不能放掉的耶 這是保護你的東西耶 然後我剛才講 被占領地occupied territory的話 當你恢復這個身份 台灣民政務能夠做的也是 我講過一句話 占領者的意志就是 被占領者的命令 被占領地百姓的命令 就是占領者的意志 他決定你什麼你就要聽話 所以怎麼樣 台灣民政的官員 不是人民選出來的 是由美國軍政府任命的 對不對 你的授權單位是你上面嘛 當你來到台灣民政務 當官員的時候 你先搞清楚喔 現在不是突然說 人民最大喔 對不對 給國家人民 不對 你要聽你的老闆上司是誰 發你薪水是誰 給你下命令的人是誰 誰給你授權 這個你要搞清楚 從屬官妻搞清楚 那我們就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對不對 你要對誰負責嘛 本來就是這樣 你去一個公司都要知道 我的直屬長官是誰 我最大老闆誰 剛才我最大老闆 我應該什麼態度 對我的直屬長官應該什麼態度 對我的部署要怎麼樣 對我的同事 關係都不一樣 先搞清楚 搞清楚這組織架構之後 你才知道 你怎麼act like 適當的位置 就不會想那些 有的沒有的 奇奇怪怪的法令 對不對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當台灣民政務起來之後 我們規定 我們的官方語言是日語 對不對 合理啊 你其實本人本來就應該講日語 但是法國一定會搞不清楚 欸 我就說自己就好 然後講中文北京話就好 為什麼要改 對不對 我們都習慣了 錯了 你要按照戰爭法來解決 台灣這塊土地講的語言 對不對 你本來是什麼語言 恢復嘛 就像你當初 你把我們本來講的語言 把我們拿走 我本來講日語啊 你會向鄉雄走來 把我們改成中文 所以我阿公阿嬤 爸爸媽媽媽很痛苦啊 他本來是日本人 要重新學一個語言 然後才能有個飯吃 日本東大畢業的法律系在台灣 只能當個代書耶 怎麼會這樣 你那時候這樣做 我們就這樣做回去 有什麼不對呢 我恢復正常啊 對不對 你們都不聽人民的聲音 那種聲音也走出來喔 那時候你要怎麼去執行這件事 你當我們的官員 你就要搞清楚 這是法律耶 我們是在執法 你怎麼說怎麼派 沒有 我們按照法律做事情 現在問題來了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把中華民國的流亡政府 把他放太高的位節了 好像全台灣全台灣一樣 在管 不對耶 他流亡政府應該是 像印度流亡政府在 不是 西藏流亡政府 在印度、德蘭沙拉 那種方式來處理現在中華民國的流氧政府 是不是 你有看過西藏流氧政府跑去管印度的嗎 合理嗎 當然不合理啊 你是流氧政府 不准打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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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像他們來台灣這麼囂張的呢 所以我們要把流氧政府放到他該有的位置 會接 我們要圈一塊地給他們住 我們很人道啊 對不對 只是你既然住在大日本帝國的土地 你所有的東西 按照大日本帝國的標準來進行 你想住在這邊可以接受大日本帝國小孩子教育 全部用日語教學 對不對 對不對 你要住下來嘛 對不對 要不然你就回中國嘛 也沒有人說你不可以回去啊 是你的選擇 國籍你的選擇啊 對不對 但是我們就按照法律來處理這些人啊 這一切是依法辦事情而已 這個沒有什麼要特別要對付什麼 只是讓他放到他該有的位置 原來有的位置 過去是錯字 所以造成這麼多的問題 跟這麼多的虐待台灣人的事件跑出來 就是因為把他們放在他們不該有的權利 由他們來定義台灣的文化 由他們來定義台灣小孩子經驗來接受什麼教育 由他們來定義台灣的所有東西耶 你當你被流氧政府來定義的時候 結果就是這樣子 結果就是這樣子 全部都亂了套嘛 我們竟然是回到法律 該有的位置 做該有的事情 好 TCDU with currency 就是訴訟嘛 Persession是透過不斷的 告訴台灣人到底發生什麼事嘛 Solution 範圍到 透過G7嘛 透過法律訴訟嘛 從外面的力量來改變 所以對台灣人是從裡外一起來的 同時進行 那台灣之前我們看到那些什麼事件 輸出事件 範圍那些都是暫時的 他們都是搞不清楚的人 現在搞清楚了嗎 警察單位也搞不清楚的 內政部長也搞不清楚 到後來也搞清楚了 搞清楚之後就收回去 民政委不是你可以處理的 對不對 連記者也不想報啦 不是不想報 根本沒辦法要怎麼報 對不對 How TCDU with the future 未來 這就講有趣了 未來是什麼 台灣民政委的未來 我不願意講太多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企業界都在聽 台灣民政委的未來要怎麼做 我先講近的未來 近的未來就是恢復 戰爭法國際法底下台灣人 應該是什麼樣的制度架構 先建立起來 先恢復那個 但是在進行的過程當中 我們一定會配合美國的 所以剛才講 我們在官網上是不是講 Dr. C. S. Lin講過 台灣 civil government is poised to be 我們已經定義好 poised就是現在停下來 準備敘事待發 要擔任美國在亞太地區 很重要的partner的角色 美國的夥伴 因為我被你佔領 我們沒有什麼選項 但是絕對不是against你的那個 不像現在台灣人 是在幹嘛 是在against 做每一件事情都要against 美國 做每件事情都要做球給中國 過去的馬英九任內 對不對 你賣武器給中華民國等同於 我那時候就講 你賣給中華民國 你整個就送到北京比較快 對不對 你不用再透過台灣再轉到那邊 還透過什麼間諜在那邊送資料 不用不用直接送過去 APA-Chi直接送過去 對不對 美國你要這樣賣武器 就這樣賣 就直接送到中國 中國就好了 何必還透過台灣 你那時候賣給中華民國的武器 就等於泄密給對方 對不對 沒有錯 所以現在所有動作都在 你看到外面的人都看得到 那怎麼去配合 美國的未來政策是什麼 簡單的講 TPP 雖然美國兩任總統都在deny 在演講的時候說不要這樣 但是我跟你講 那絕對是美國經濟的未來 泛太平洋經濟協定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這個很重要 我跟你講現在世界已經沒有引擎了 前一陣子中國當世界經濟的引擎 一陣子 現在已經不行了 它已經沒有再繼續再發展下去的動力了 唯一給所有世界上經濟的下一個動力就是TPP 那是全新的一個遊戲規則 更高的標準 更符合環保或者是產業另外一個新的結構跑出來 那是台灣的未來 台灣在這個未來TPP的架構裡面 會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現在只是預告先講在前面 以後台灣人會很快樂 我們主要語言 官方語就是英文跟日文 那讓我們在TPP的架構裡幾下 跟全世界接軌 跟世界的這一部分接軌 因為有一部分人不願意加入 TPP的Membership是要透過介紹才進來的 中華民國不可能 你要談什麼TPP 你連任何一個組織都架不來 你還想跟人家 蔡英文那時候還自以為了不起說 我們要計畫要跟什麼談判 沒有啦 你連那個資格都沒有 誰才有這個資格去擔任這個角色 台灣民政府 只有台灣民政府才是合法的身份 所以那時候民進黨有人告訴我 我說 你說的每一項都是虛的 我說的每一項都是虛的 我說的每一項都是虛的 因為台灣民政府在這邊講的每句話 都會發生 都會實現 都在進行 都在進行 他講的 蔡英文那個政府 他們中華民國體系 不管什麼動都一樣 他講的都是虛的 為什麼 他是流亡政府啊 他是中國台灣治理當局啊 他是中國台灣治理當局啊 你怎麼個使法 我問你 在這個世界的組織裡面 你根本沒有個名分耶 你憑什麼宣稱你要跟這些國家談 談什麼 You are nothing 但台灣civil government 是按照戰爭法 國際法 所成立的組織 是由不得你能忽略的 所以我們在官網 我們宣告 我們在10月 11月 12月會一連串的外交動作 我們會開國際的會議耶 會有一個參會 會請這外國的使節來參加我們的 我們現在在緊鑼密鼓 就在籌辦這件事情耶 中華民國什麼時候 在Washington DC 可以辦一個這麼盛大的酒會 請各國的人來參加 台灣民主就在做這個動作耶 其身的國家會邀請來耶 跟我們的代表碰面耶 這是台灣有史以來第一次耶 過去我們是大日本帝國會的 是大日本帝國的議員啊 參議員眾員在做這些國際上的事情耶 那是貴族們在做的耶 第一次台灣人 可以站在國際舞台上面 跟這些世界各國的代表面對面談耶 這裡面包括日本的代表喔 因為這個日本是新日本國 很有趣喔 你會想說 大日本帝國代表 跟新日本國的日本人 兩個都日本人 在特殊的 國與國的關係 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 這裡面有點像 敘舊 應該講敘舊 應該講敘舊 這七十年來 大哥現在講話喔 小弟你過得好不好 對不對 我們被中國人虐待了七十年 不能講一隻日本人 我們是不會講日語的日本人 辛苦了 我也要跟安倍政府講 趕快來跟臺灣民政府告白 你要現在把你的幕僚內閣過去都被引到錯的方向 比如說你看最近聯訪那種事情 就是一個搞不清楚什麼叫做中華民國的一個外交單位 新日本國你是簽署舊西山和平條約的簽署國 在你的簽署的條約裡面 有跟你講中華民國這個國家嗎 沒有耶 他只告訴你誰是台灣這塊土地的主要佔領全國 就是美國 所以你不管什麼事情就要聽美國的 對不對 你不可以在日本國的國籍以外 還去承認一個叫中華民國國籍的 你既然你只能承認有一個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 沒有錯吧 我不管你日本的所謂的國際司法或者國際公法 有國際公法有國際司法 國際司法就是那個國家自己在 在執行的法律 我跟你講 日本的律師有寫過一些東西說 日本現在承認中華民國這是一個國籍 是因為他們為了實際上方便 實際上必須要承認中華民國有這個國籍存在 我說胡說八道 你的國際司法 日本國內法 不能違反你跟國外簽署的條約 我不管你在日本的實際運作上 是怎麼樣去看待中華民國 所謂的中華民國護照或者國籍 但是我跟你講 你一旦承認中華民國這個護照或國籍 你已經違反了舊金山和平條約了 因為在這裡面你必須要 你已經是承認台灣是在 你的大日本帝國的一部分 是在被美國在軍事佔領狀態底下 所以它不會有另外一個國家存在 所以你也不應該承認上面 這塊土地上所issue的護照 passport或者身份證 你不應該這樣去承認 你只能承認它是旅行證件 只有到這個程度而已 不能再多了 可是日本人現在他們的法律系統 居然超越這個範圍 去認為說聯訪有另外一個國家國籍 那是媒體在炒作 可是你的政府官員 不可以這樣去判定 所以很快日本就要搞清楚 接下去台灣民政務這個訴訟案 所帶來之後的後果是什麼 你要事先準備 我現在發覺他們上網官網的數量不夠多 很減少的 我告訴你 現在中國人看台灣民政務官網的人數 遠多過日本人 那是什麼意思 你應該比中國人更關心台灣 怎麼會變成中國人比日本人還關心台灣呢 這是你以前的兄弟 是日本天皇的另外一個地方 是日本天皇的另外一個地方 要搞清楚 你現在應該斷絕一切 跟所謂的蔡英文 中華民國或李丁慧這些人的關係 因為這些人就是要把你抓不到路 要抓到中華民國這系統裡面的 你應該馬上斷絕跟他們任何關係 什麼安倍的媽媽陪他陪謝堂群去看畫展 怎麼搞錯啊 日本人要搞清楚他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今天 日本人 你不是遵守波子膽宣言 日本人是要遵守舊金山和平條約 宣言不需要遵守 條約要遵守 因為日本現在頭腦還覺得 日本天皇那時候宣布波子膽宣言放棄什麼什麼 錯了 真正settlement of戰爭之前所有的宣言 的settlement 決定的最後就是條約 條約寫北爪西歐基那個才遵守 真正決定台灣地位 跟日本跟台灣的關係 其實透過舊金山和平條約 我們現在就是抓住這個條約才 台灣民眾走到今天這個地步 好啦 現在時間到了 我今天講到這邊 以後再繼續說 OK 拜拜